好另外举重女神郭信纯是带动了举重运动的关注目光 但是要成为一位举重选手 培训养成过程是相当不容易 瑞翠香复援国中举重队选手马思瑶虽然因此而一度放弃 但是教练以及亲友的鼓励支持下呢 这次重返赛场成绩总和三破大会记录震撼全场 现在透过镜头一起来看马思瑶的举重金牌之路 财刚在今年度全中运举重轻量级拿下银牌 在赛场上三破大会记录的马思瑶 在教练的指导下跟着队友进行训练 他自己本身的身体的机能跟他的技术 又加上他的瞬间爆发力也不错 也敢去拼啊 因为像有些选手就是会不敢拼 就是怕受伤的人 可是他就是我下多少重量他都会去敢去做 年仅15岁的马思瑶原本是学校的田径队员 但在教练林清辉的鼓励指导下转战局重台 天赋异禀的他 这三年几乎一手包办全国重要赛事的金牌 内外在背负着庞大压力的马思瑶 然后在这一次全中运中也曾一度放弃 想放弃的时候就会去想着成果就是自己 很感谢教练 就是因为我很多次的不断的就是练习 然后又就是不练 然后都是教练给我机会啊 然后慢慢调整我的心态 然后鼓励我支持我 选择了再相信自己一次努力拼搏下 马思瑶三坡大会记录高举银牌 也成为了队友们的努力典范 会让我就是一直很想念 让自己能够去比赛 然后就得到前三或前几名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光芒 所以能够希望快点比赛 希望快点长大 然后去比那个全中运 然后得牌 复原国中举重田径队传承已久 历年来屡获夹击 由于非正规体育班的学校资源相对缺乏 所幸在教练林清辉指导 以及县政府的各项计划支援下 从106年开始以目标性的训练模式 让举重对学生体能与成绩有显著进步 所以我们模式就是不是说每天多练 可是偶尔会有有氧 要不然去练重量 就是不要练这些 就是让心态去玩别的 就是不要那么累的去一直去练这些 对对对 就是比较不会像以前那种土法练他们的 对对对 就是会偶尔去让他们去玩田径 或是练别的项目 举重选手的养成是一条严峻艰难的路 曾一度放弃的马思尧 因为教练 学校师长 以及亲友的鼓励下 再度重返举重舞台 不管未来是否能继续走这条路 热爱举重的马思尧 心存感激 他说 举重让他明白 面对困境 撑过去 就是自己的 记者是越南瑞瑟採访报道 对对对对对对任何例如画性有限的路